中国为何要组建静地小行星防御系统 专家表示有三目的 若实现我国将处于相关技术世界前沿 4月24日是中国航天日 央视引述国家航天局的信息称 中国要开始组建静地小行星防御系统 对此航天专家表示 如果能实现我国将处于世界小行星防御技术的前沿 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生命面临的重大潜在灾难性威胁 发生概率极低 但危害极大 人类该如何应对一直备受关注 2017年2018年2019年 领许三颗小行星分别袭击中国云南省香格里纳 云南省西双版纳和吉林省松原地区 引发社会热议和学界对行星防御研究的重视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燕华表示 要争取在十四五末期或者2025年2026年 实施一次对某一颗有威胁的小行星进行抵径观测 实施就近撞击并就改变它轨道进行技术实验 为未来人类应对小行星等地外天体对地球家园的威胁 做出中国的新贡献 对于我国将着手组建近地小行星防御系统一事 空气动力学家航天技术专家黄志诚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首先要对小行星进行探测建立起编幕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研发周期很长 我们要着重发现对地区有威胁的小行星 并及时和精准地做出预报 中科院复杂航天系统电子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李明涛研究员 此前接受中心网采访时表示 行星防御一般是通过主动手段 包括核爆 动能撞击 激光烧时 离子数牵引引力拖液 质量驱动等 破坏小行星的结构或者偏转小行星的轨道 关于对某一颗有威胁的小行星既进行抵径观测 又实施究竟撞击就改变它轨道进行技术实验之一秒数 黄志诚称该技术挑战性非常大 因为要改变较大小行星的轨道需要很大的能量 必须有大推力的运载火箭 如果能实现我故将处于世界小行星防御技术的前沿 黄志诚表示 当前国际航天界对小行星的探测是一个热点 总的来说有三个目的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对小行星的防御 防止其对地球造成损害 较大的小行星一旦撞击到地球 几十个核弹 不仅会对地球造成巨大损失 甚至会毁灭地球上的人类 因此当前对小行星的防御 已经提到国际航天界的日程上来 第二个目的是开发小行星 对小行星上的有用的矿产资源加以利用 小行星上有很多重要的矿产 如果将小行星的矿产开发并取回来 可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 第三个目的是学术研究 在对小行星的探测过程中 可以对天体形成的过程 以及人类生命的起源等 进行基础研究工作 根据介绍 在小行星的探测研究方面 日本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2003年5月份 日本首先发射了损鸟号探测器 送往小行星25143采集样本 并将样本送回地球 损鸟号原预计于2007年6月返回地球 但因探测器失效 最终在三年后的2010年落地 这是人类第一次针对 对地球有威胁性的小行星 进行物质搜集的研究 也是第一个 把小行星物质带回地球的任务